2020年的總統出選辦法的時候 黨主席或任何一個人都未曾詢問過我的意見 在3月16號 立法委員補選投票之前 黨內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詢問過我要不要參選投票 我知道最近網路上不斷的傳出 事前有人詮詢過我 我答說不要 那現在我竟然出來參選 這樣的說法都不是事實 我特別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說 那我之所以選擇第一天去登記 原因是因為我既然已經決定了 我就第一天早上去登記 展現我的決心也避免其他的人 有再來勸說給大家帶來困難 只有一種情況 如果說今天總統已經出國了 我再去登記 這個才有可能會被 形容說是偷襲的 但是我在總統登記之前去登記 讓總統清楚知道 我登記參選的原因 而且是他人還在國內的時候 我是在民進黨公告的選舉期程內去登記 我正大光明 咧咧溜落 怎麼會說是偷襲呢 我如果利用總統出國 他不在的時候 在他登記之後我再去登記 這個才是偷襲 我必須要強調 我是民進黨黨員 我對台灣有責任 而且是在民進黨法定的 初選登記的期程內 去登記 何來偷襲之說 我今天特別跟大家做說 台南市市長任內 或是行政院院長任內 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公開表達 對同黨現任總統的支持 這本來就應該了 但這些都是發生在去年11月24號 九合一選舉之前 民進黨的九合一選舉 從13個城市 掉到6個城市 可以說是招恐大敗 我們的得票率呢 只得到39.2% 還不如2000年 陳水扁競選總統的39.3% 更輸給了2008年 40% 2008年的情況有多慘呢 民進黨在區域選舉裡面 只剩下13席而已 這也是為什麼基層會很焦慮 很擔心 如果民進黨沒有改變 沒有提供給社會一個新的希望的話 那有可能 2020的總統大選 不僅僅會輸掉 立委的歧視會大幅減少 甚至有人預估 會只剩下10席左右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民進黨輸掉的不僅僅是正權 在習近平已經提出習慧點 所謂九二共識只有 一個中口原則 沒有一中各表 台灣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也就是敵國兩制 我們也看到國民黨競相提出和平協議 在未來 如果民進黨選舉真的是 那麼情況那麼樣的糟糕的話 影響的不僅僅是政權的思緒 對台灣的民主跟主權 都會帶來很大的衝擊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出來參選的原因 在我們做一條路 最重要的就是 阿民 那就是 那一條路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那一條路 感谢观看